那传家哥欺负我妹子的事 为啥非要争我家这块地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正在热播 明眼人都能看出 和幸福是个相当有主见的女人 与软弱没担当的丈夫王庆来形成了鲜明对比 庆来也知道自己是什么德行 所以新婚之夜他就直接表态 以后家里不管大事小事都由和幸福做主 听到这些花幸福也感到十分宽心 然而他已然和万家庄的村霸结下了冤仇 王家以后的日子怕是注定不好过了 和幸福提议将自家农田改成大棚种植 这样的话虽然前期投入巨大 但日后的收益更加可观 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然而就在此时变故来了 万善堂要在村里建一个污水处理厂 考察了半天他觉得王家的地最合适 要求和幸福把农田让出来 可此时大棚刚刚建好 这时候拆掉不得亏到姥姥家呀 和幸福断然不同意 他与万家第二轮斗争就此打响 万传家可不像老爸那么讲理 眼看和幸福不让 他就命人开挖绝机强拆 将幸福好不容易建起的大棚全毁了 太过分了吧 和幸福该如何翻盘呢